嘿大家好欢迎回到这关于低确被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我是Kelina 那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买什么样的股票呢 它就跌到股底 每次你买的时候呢都是在非常高的这个高峰上高闪上买 而且能让你吹着冷风 直到现在你的投资账户里边还有一些你真的是看了就生气的这一类的股票 那当然如果你是投资的小白 甚至你刚刚开始投资不到一年到两年的情况下 这样的情况谁都有 所以大家也不一定需要那么的灰心 可是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五点 只要这五点你掌握了之后 你就可以远超于其他的小白50%以上了 所以这五点都是我们日内交易员DayTrade总结出最有用的 最实际的五点在日内交易总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五点到底是什么 那很多小伙伴是不是买股票的时候都是听朋友说 这个股票到一段时间的话会涨啊 甚至哪个公司生物科技的公司 你家的邻居也好 说在研发一个什么什么的东西到一段时间一定会飙升的等等 这种情况下你就傻傻的跟着人家买了 也不去研究人家的公司到底怎么样 当然当然我都理解 因为呢人就是很懒 真正赚钱的DayTrade都是要放很多很多的时间和工作 当然一般的上班族甚至刚刚开始的小白你根本就不知道去查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你但是今天的视频看完之后呢你一定再也不要说自己是小白了 那驱除小白感的五大象作为日内交易员的话呢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当天这个股票上涨或是下跌 是有什么样的新闻去让它上涨和下跌的 有很多很多的新闻 如果小伙伴没有真的是在关注股票的话 可能你一开始看起来这个新闻会比较比较慢 我每天都会在我的这个channel里边 我们的学员里面都会分享每天什么样的股票 它上涨的新闻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具体呢我是希望小伙伴们 你们可以自己去分析 你要是自己不去看的话 永远都不会养成一个 看到这个新闻就知道这是真是假的一个能力和经验 可是呢基本上我们的新闻呢分几大种 因为呢小伙伴们小白们都是想着买一些penny stock 然后呢希望它涨个几百倍的这个自己的小账户暴涨暴跌 那不是暴跌暴涨 然后呢涨到那个你要笑醒的那一种状态 可是呢这种公司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都是有问题的公司 那有问题的公司呢它为什么还会上涨呢 很多公司都是通过PR或者任何的news 所以在这里我们自己会判断这个新闻 示好示坏就非常的重要 大概率呢就分成几种 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并 公司合并这个M&A 这种新闻呢是绝对一个很好的新闻 很多这个show seller听到这样的新闻的话 绝对是不敢碰这样的公司去做空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公司通过了FDA第几期等等 这样的新闻呢它都会短时间的上涨 但是呢基本上不会活三天以上 那第三个呢就是公司有任何的合约 或者是宣布任何的东西 哦这个大家是有学问的啊 你要认真的去看他到底宣布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样的合约 或者是说他这个合约可能就签了一个15个客人 那或者这样的这样的新闻的话 完全都是在糊弄我们的这个investor 因为你们不喜欢去研究这些东西嘛 还有公司换这个高层啊 CEO啊CFO啊等等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这个 对于这个公司特别好的一些新闻 那基本上如果是公司的财报非常好的情况下呢 那就可以考虑成是好的新闻 但是他不保证说他这个公司的财报好和他的预期相比较之下呢 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都要非常这个小心的去操作 那第一个呢就是找出来你当天可以做日内教育的股票之后呢 你要一定会自己去分析新闻 就有一个精神是说为什么这个股票去上涨 你一定要去find out what's going on 然后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在看股票的时候 相信你没有看过这个公司的市值是多少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公司的福股率是多少 这两个对于我们日内交易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公司的这个这个市值呢和这个福股率就会完全影响了当天股价有多大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一直说low flow这个福股率非常非常低的小于一个million的这样的公司呢 他当天的股票都可能会涨到500%到1000倍左右 所以呢根据他的这个市值和福股量的对比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当天他的这个股票的浮动到底有多大的这个range是可以考虑的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成交量 balling就是当天你在交易的时候 看看这个股票有没有成交量 很多时候呢我们一睁开眼睛有的时候不想去电脑 不想去这个做小HCAN的scanner 今天有没有机会啊 基本上看手机的时候只看这几个公司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新闻 涨了多少市值是多少flow是多少 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成交量 为什么如果成交量不多的情况下 那你再好的新闻你再少的市值再少的flow 没有人去买卖这个股票的话 当然你的这个波动也没有没有波动就意味着我们日内交易是没钱可赚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没有成交量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买了的话你想卖的时候都有可能去没有人去接盘这样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情况 第四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找到当天股票的support和register 简单来说就是支撑点和阻力点 这两个东西对于日内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支撑点和阻力点呢可以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比如说是一个月的一个星期的 甚至是当天的或者是当天premarket这个在交易之前它的最高点是什么 最低点是什么你可以依照什么 所以这个在日内交易里面会找到支撑点和阻力点就完全取决于你的进入点 也就是说你买入的这个股票的时间和你take profit盈利的这个点在哪里 第五个非常重要的在日内交易中就是我们讲的technical analysis里面的train就是趋势和price action 有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的一个action你要怎么样去反应 那很多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蜡烛台怎么样看等等呢 是在我们的初级的课程都有跟大家去这个简单的去分析和讲解 可是这些基础呢真的是要你在做日内交易的时候呢 基本上要完全渗透在你的身体里边才可以反应那么快的 所以呢就不要说哎呦我知道这个呀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知道price action 但是你到底screen time有多少到底你每天去交易的时候有没有记录下来市值是多少 这个flow是多少当天的成交量是多少还有当天的最高点最低点support resistance 还有整体的这个train你到底是怎么样交易的如果你做到了的话 像你保证三年的时间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日内交易员 所以呢这五大点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了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那千万不要去做日内交易 因为投资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这五点你已经基本上掌握了 但是有一些呢还不是特别的深度的了解那就建议大家自己去根据每个不同点呢自己去深度的再去研究 让你自己的整体的日内交易的这个pattern和这个生涯都逐渐的走上一个成功的路 所以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如果你做日内交易了解这五大点之后你就可以比较轻松的盖过所有的小白门了 那喜欢这样的内容的小伙伴不要忘记帮我订阅评论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